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配上炼金术科学末法神谕卡 风声天使神谕卡还有字卡 总共有三个选项 都是不一样的面包糕点 对应这次的主题 凭着目前的直觉 心中想着奋博的他 当下的你假如要探望对方 你会选择带着哪个选项的面包呢 选好了的话 可以直接点击 现在已经准备好了的时间走 这次要做的主题是 他即将有的新决定是什么 hello 给选到第一组 感谢你的到来 这次要问的主题是 他即将有的新决定 抽神谕牌卡一起来看 你要问的这个 他即将有的新决定是什么呢 抽一张主题牌卡 给选到第一组的你 看看这一个人 他即将对你有的新决定 是什么 好了 以主题牌卡来看呢 这个人他就是想面对你们之间的困难 你们之间的难题 他想要就是把一切的那些 心里的刺 或者是一些 过去一直逃避的那一些烦恼呢 给他解除掉 想要与你为个 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一个 开始一个未来 再看 他要带更多的丰盛在你们之间 吩咐你们之间的感情 世界 插出火花 恭喜哦 这个人终于愿意拿出他的活力 拿出他的行动力 去让你们之间的感情可以 更快的进一步发展 再看多一张 对 速度哦 你们的感情会在意想不到的 闪电那样子哦 就是可以 可能一二三变成一三五 这样子的那种速度 更快的进一步发展哦 甚至可能在你意想不到的那种速度哦 给选到第一手 他即将有的新决定 以神域牌卡来看呢 他呢就是 决定了就是 面对你们之间 他一直过去逃避的问题哦 他想要与你为个 清清楚楚更好的一个发展 他想吩咐你们的感情世界 插出火花 拿出他的氟尔蒙反应 拿出他的那个行动力呢 去推动这个感情前进哦 也许你们过去感情就是卡卡的 他一直就是得过且过的 那样子的去处理 去逃避 但接着呢 他已经决定了 他的新决定就是 想要面对你们之间的困难 然后呢 去吩咐感情世界 插出火花 更进一步的发展哦 看塔罗怎么说 他即将有的新决定 可以选到第一手 看一下你要问的这个他 即将有的新决定 是什么 他知道这个吊死鬼的到来 他知道过去呢 都是他一直在 让这个感情掉在半空中 不上不下的那种感觉哦 过去他都是在逃避着 令这个感情卡卡的 然后呢 他可能首先呢 会找你说说 哇 新联系做一个沟通 想弄清楚 弄明白 你的要求是什么 你心中的渴望是什么 会跟你有一个新联系之间的 一个沟通 他也可能会跟你坦白哦 他过去之所以逃避 面对你们之间的问题呢 是什么原因 他会给你一个交代 然后呢 很快哦 就是旧的不去 新的不来嘛 就是把过去的那种 不舒服的相处模式呢 给他清除掉 就是比如过去 你们之间有误解 又或者是你一直做的事情 他其实是不满的 但他一直不说 但接着他会跟你说了之后呢 大家可以有一个新的 一个相处模式 而更好的一个相处 再看 他终于 肯面对他心中 一直逃避的事情哦 就比如过去 一直不想告诉你 但是心里又不舒服 接着他可能就是会 突出他心中 有什么 不愉快的事情 然后让这个感情 有一个新的开始哦 更好的一个发展 他想要 他决定的他心中 只属于你哦 再看多一张 他决定了 对这个感情 更加的 专一 投入更多的心思 想让你们的感情 变得稳固起来哦 再看 他已经不想再逃避了 这张是一张逃避的牌卡哦 他已经不想再怠慢你 再做以代弊的那种哦 对因为他知道你就是他的 他的那个对的人了 他更加的肯定 你是他的真元 所以呢 他会正式的去把你看成是他的另一半那样子的去跟你奋斗 我要为你奋斗 为你努力 再看 卡洛派卡来看呢 他即将有的新决定 首先呢 就他蛮觉得对不起你的 这个感情一直卡卡的 把他掉在半空中 他就是选择逃避 不去面对问题 但是接着呢 他就会决定的找你 新联系的做一个沟通哦 他觉得这个问题一直摆在那里 他彼此有一个心病 对这个感情发展 一点帮助都没有 所以呢 他可能会就是 心中更加的认定你 就是他的另一半 然后愿意呢 去花他的努力与心思 去把心中的话说出来哦 就有些的人呢 就是不太看重这个关系 就心里有什么不满 就不会说出来 以免呢 就是起了不必要的冲突 但是既然你是他那么的重要的人 想要过你一起过一辈子的人 所以他愿意呢 就是把他心中过去 一直逃避 不肯说的话 去说给你听哦 为的就是让你们的感情 有一个新的发展 就是可以把旧的 不舒服的事情呢 给他一把火烧掉 然后呢 跟你有一个新的开始哦 起死回生 让这个感情的卡卡 停滞不前的 很无聊无趣的感情呢 可以找到一个出路的 接着他就是目标 就是要你们的感情 可以变得更稳固 可以更加的有未来哦 他终于觉醒了 你们的感情会进入一个新的篇章 看字卡怎么说 给选到第一组 这个人有什么话要告诉你呢 一起来看字卡 他有什么话想说 他说你们之间的这一份爱呢 带给他疗愈 带给他希望 好想要让你开心哦 带给你快乐 令你的心唱歌 他的心现在一直渴望着你 曾经对他的好 曾经对他的关心与爱 为了你他愿意付出一切 为你做一切 他都愿意 你对他而言永远都是漂亮的 帅气的 美丽的 你释放了他野性的一面 你是对的 但是他就是太过的爱面子 拉不下面子去承认你是对的 他现在好惭愧 没有脸见你 不敢指示你的眼睛 如果你有一天发现他不够好 那该怎么办呢 他很没自信哦 他有尝试把你忘记 但是一点都做不到 给选到第一组 以自可来看的 他说你们之间的这一份爱情 是非常伟大的 带给他疗愈 带给他希望哦 他真的很希望这个感情 可以持续下去的 好想要讨好你 去愿你 令你的心可以唱起歌来 他的心现在一直渴望着 你曾经对他的好与关怀 你对他的爱 为了能够把你留住呢 他什么都愿意为你付出哦 你在他的眼中 是永远漂亮帅气美丽的 你呢 就是释放了他野性的一面哦 只有在你的身边的时候 他才能够做他自己 很多时候你是对的 但是他就是拉不下面子的去承认 硬硬要说你是错的 现在呢 他就好惭愧哦 连只是你的眼睛 他都不敢哦 他逃避你不一定是不再爱你的 只是他意识到了 他过去是那么的 就是那么的 就是 爱面子反而更丢脸哦 就是这种感觉 如果你有一天发现 他不够好 而抛弃他 嫌弃他那该怎么办呢 他超级没自信的 他想把你忘记 他又忘不了 真的是好痛苦哦 他所以他真的是 希望这个感情可以稳定平顺的发展哦 看这个神域牌卡有什么建议呢 可以选到第一组 面对这种情况 有什么建议供你参考呢 抽三张一起来看 有什么建议呢 好了 这张牌卡呢 就是是时候呢 就是清除一些那些旧的 或者是不再需要的 让你的生活处境呢 可以更加多的空间 去好好的去过一个 更有 更没有压迫感的一种环境哦 那么你就可以更好的去集中精神 去处理更多的事情 更好的去 解决你面前的难题哦 你感情的问题 所以环境也是有帮助到哦 如果你的环境是比较大的空间 你就可以更好的去解决问题 你的思绪会变得更清晰 再看还有什么呢 真好哦 这个感情 恭喜哦 即将会提升了 所以继续的努力吧 不要放弃 再看 如果你再发现 你做的工作不是你喜欢的 然后呢 又做的不开心 而且还影响到你的感情 你的私人生活 影响好多的话 那么你可以考虑 看是否能够换工作哦 最重要是做的开心 活的快乐哦 最后我们看这个答案之数 怎么说呢 情况还不清楚 就情况还会弄清楚的话呢 就不要乱下决定 然后冲动的做 这个行动哦 可以再观察一下哦 一切可能都还有变数的 好了 这就是给选到第一组的牌卡分析 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希望你喜欢 看有什么祝福予呢 祝你对方就是真爱 还有就是 感情变得更稳固哦 谢谢观看 我们下部影片见 如果喜欢请别忘了点赞 订阅分享 还有留言哦 拜拜 拜拜 hello 给选到第二组 感谢你的到来 这家中的主题是 他即将有的新决定 抽神医牌卡一起来看 你要问这个 他即将有的新决定 是什么呢 抽一张主题牌卡 给选到第二组的 你看你看这个呢 他即将有的新决定 是什么 好了 以主题牌卡来看呢 这个人他发现 你实在很有吸引力哦 他要忘记你忘不掉 他甚至会为你失眠 晚上睡不着的 一直想着你哦 再看 他喜欢听见你的声音哦 所以他决定了 就是那么 既然那么的想你 他会更多的约你出来 跟你说话 跟你团聚 他想要创造更多的美好 在你们之间哦 这个水通常也是 关于这个情感上的表达 他要跟你更多的去表达 心中的话 然后呢 然后呢 就是去转变哦 就让这个感情 有机会可以 更甜蜜一点哦 可以选到第二组 他即将有的新决定哦 首先你主题牌卡来看 这个人 他对你念念不忘哦 他甚至会失眠的 想着你哦 睡不着哦 他觉得你是一个 好有吸引力的人 你就是与众不同 你已经成功的 令他那么的注意到你哦 既然那么的想你 他决定了 就是要创造更多的机会 去跟你有所沟通交流 去促进感情的 他想念你的声音 他要跟你更多的 能够沟通 说话 而这个牌卡是笑着脸的 他要跟你之间沟通 都是说好听的 就是赞美你 他要赞美你 他要表达出 他心中对你的思念 心中对你的爱慕 他要创造更多的甜蜜 在你们之间哦 就是想转变你们的感情 也许你们之间 可能甚至只是 一个陌生人 他只是偶尔会见到你 可能他接着就会 鼓起勇气的 去拿你的电话 去跟你做个朋友 这样子哦 或者是呢 就是 你们异地恋 他可能会创造 更多的机会 到你的城市 去跟你有更多的 交流 见面的时光哦 这个是有压力的 而他愿意为了你呢 去承受这一份压力哦 看塔罗怎么说 给选到第二组 他即将有的新决定 这个人他觉得呢 你是一个很难注意的一个对象哦 他可能会有挫败感满满哦 就是 遭到闭门羹这样子哦 但是他对你的热情呢 还是那么的强哦 他还是不想死心 尤其是你可能就是拒绝过他的 令他好有挫败感 再看 即使是遍体鳞伤呢 他还是要 让这一份爱呢 可以继续下去哦 他还是勇往之间的 想要把他的爱 他的心中的热情 带给你 想打动你 这个冰山 美人冰山 帅哥 他真的就那么的死心 踏地的喜欢着你哦 再看 因为他觉得你真的是一个大美人 大帅哥 是他心中一直梦寐以求的 那个对的人 令他心动的人 你就是一副冷冰冰的样子哦 他不知道你到底是 欲勤顾重还是真的拒绝他呢 他不肯相信你真的是那么的拒绝他 他还是想努力 因为他觉得你是一个宝哦 能够跟你在一起 他就是捡到宝了 再看 他想要努力一下哦 无论下多大的苦功 他愿意 他愿意为了你 就是付出他最大的努力哦 再看 他觉得你值得 他就是走火入魔地爱上了你哦 明知道你会拒绝他 明知道你甚至是他不该爱的人 但他还是不想放弃哦 给选到第二主义塔罗派感来看 这个人他觉得 你是一个好难追的人哦 你可能有好多的追求者 他只是其中一个默默无闻的一个追求者 虽然是被你拒绝 虽然他挫败感满满 尤其是还被你羞辱 但他还是决定了 接下来还要再接再厉地走向你哦 因为他发现他就是对你念念不忘 他甚至失眠的 他已经走火入魔地 对你死心塌地 然后呢 这个人 他对你的这一份爱 这一份热情呢 你怎么样灭 也灭不掉哦 他的心中一直渴望着向你前进哦 对你的行动力是好强的 毕竟你是他心目中的那个 梦中情人哦 是他梦寐以求的大帅哥大美人 他不知道你的这一些举动 你对他的拒绝 是欲情故众 还是真的不要他呢 他不肯相信你是真的拒绝他哦 他觉得你只是在考验他 他就是愿意拿出他的决心哦 无论多大的苦工呢 他觉得你值得他这么努力 能够跟你在一起 是他这一生最幸福 最幸运的事情哦 你就是上天赐给他的一份礼物 他就好像捡到宝的那种感觉哦 所以就算你怎么拒绝他 他也好想要勇往值钱的 他已经做了决定哦 无论你怎么拒绝呢 他都要对你死缠烂打的 看字卡怎么说 给选到第二组 这个人有什么话要告诉你呢 一起来看字卡 他有什么话想说 他知道他的那个优柔寡断呢 去伤害了这份感情 感谢你就是那么的有同理心哦 你都是那么的体谅他的 你的笑容是非常有影响感染力的 你令他的心对你都打开了 当在你的身边的时候 他无法好好地思考哦 他就会那么的痴迷的 就是身份颠倒的 他觉得他能够给的实在太少了 你知道拥有更多的 他伤害到你 他自己也是恨他自己哦 如果不小心伤害了你 他也是不好受 没有人可以比得上你 在他的心目中 你是最好的 最帅 最美的 他真的希望呢 你们之间可以有更多机会的 说说话哦 他想要把所有的一切都分享给你听 他只想跟你说说话 可以吗 可以选到第二主意字卡来看呢 他知道过去的他太过的优柔寡断了 影响着这份感情的简进哦 如果因为他的这个性格呢 不小心伤害了你 他也是好恨他自己哦 他就是最不想伤害的人就是你 他宁愿伤的是他自己哦 你一直以来都是那么的有同理心 那么的体谅他 感谢你哦 感谢你的包容 你的笑容是最美的 最能够影响他的 见到你的微笑 是那么的令他神魂颠倒哦 但他就是觉得自己呢 能够给的实在太少了 他觉得自己太差了 你是值得拥有更多更好的 他想为你努力哦 他变得更上进起来 每当在你的身边 他会就是好像灵魂被你勾走了 无法好好地做思考啊 他就是成了一个呆呆的 呆呆的那样子的看着你哦 他其实有好多好多的话想对你说 也许见面的时候呢 他都忘记了 因为呢 你是在太过的就是那么的特别哦 你跟别人就是不一样哦 他见到你就好像见到天线那样子哦 或者是见到独角兽哦 就是令他就是什么都忘记了 没有人可以比得上你在他心目中的位置 他什么都想分享给你听哦 他真的希望你们之间有更多能够交流的机会 他只想要跟你说说话的 请你别推开他好吗 看这个神域牌卡怎么说 给选到第二组 面对这种情况 有什么建议供你参考呢 抽三张一起来看 有什么建议呢 好了 放下你内心的那个内疚感吧 别一直感到内疚哦 过去的事情呢 那就让他过去哦 你内疚也于事无补 中中吸取了教训 往前看 再看还有什么呢 然后就是啊 你不单只是要做梦还有祈祷哦 你真的是要采取行动 去动手动脚的去把你的愿望给实现哦 虽然天使会帮助你实现 但是也是要靠自己双手去争取哦 再看 不是只是光说不做的 还有呢 就是 很多时候呢 两样事情可以共存的哦 不一定是面包跟爱情要选一样哦 你不需要为了面包牺牲你的爱情 也不用因为爱情去牺牲你的面包哦 你可以两者兼得的 所以就看你好好的去安排哦 最后我们看这个 答案之书怎么说呢 可以选到第二主 它会影响到其他人怎么看你哦 所以在采取行动之前呢 要深重的考虑 要顾及他人的感受哦 不是说要在意别人的看法 你可以勇敢的去做你自己 但是 如果可以的话 当然的这个不是如果可以哦 是一定哦 不要把自己的快乐 放在别人的痛苦上哦 好啦 这就是给选到第二主的牌卡分析 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希望你喜欢 看有什么祝福于呢 存在于对方的将来 是光明的 是越来越好的 富贵荣华 什么都不缺 谢谢收看 我们下部影片见 如果喜欢 请不要点赞 订阅 分享 还有留言哦 拜拜 拜拜 kev hello 给选到第三组 感谢你的到来 接下来我们的主题是 他即将有的新决定 出神域排卡一起来看 你要问的这个他即将有的新决定是什么呢 抽一张主题排卡 给选到第三组的你 看一看你要问的这个他即将有的新决定是什么 好了,以主题派卡来看 他发现你们之间的化学效应好强 他要真的采取行动 就是去争取一下这一份美好 接下来他决定更珍惜 你们之间的这个难得的一份感情 他要创造更多的喜悦快乐的情绪 在你们之间 可能约你出来更多的去分化雪月 就跟你唱歌跳舞 就比如玩音乐 制造浪漫在你们之间去逗你笑 去讨你欢心 再看 火山爆发 他的能量已经积累了好多的 好想要爆发出来的去表达 去采取行动 把你紧紧的抱着不放 他觉得你就是那个 带给他完整性的人哦 只有在你的身边 他才是一个完整的人 所以他接着呢 就是想要把握一切的机会呢 去把你留在身边 给选到第三组 他即将有的新决定哦 首先这个人他真的觉得 你跟他之间呢 有好强烈的那个化学效应的 他想要就是真的采取行动呢 去争取一下哦 这个人他就是积累了好多的 这个热情 好多的想对你做的事情哦 可能过去他一直就是没有勇气的 现在他觉得是时候呢 就是大爆发的去向你表白 或者是对你做一些他过去不敢做的事情哦 想要讨你欢心去约你 去把欢乐欢笑声带给你 去制造浪漫在你们之间哦 想让你们之间过去未完成的事情 给他把它完成哦 就是可能曖昧不幸的感情了 然后就大爆发的去 让这份感情变得完整哦 你就是他一直所失的 所缺的那个另一半 他想要就是把你抓住 把你抓住 再看塔罗怎么说 给选到第三组 他即将有的新决定 他即将有的新决定 这个人呢 就是已经 已经他说 过去的等待 他都受够了 是时候呢 就是无论如何都要采取行动 无论如何呢 都要让这个感情有一个结果 他不想再拖了 然后呢 就是这个老顽童的到来呢 就是他决定了 就是跟你一起做很多 比较年轻人会做的事情哦 不管你们现在年龄是多大 他就是要跟你去玩 比较刺激的 就比如玩过山车 或者是去游山玩水爬山下水这样子哦 就是想要找回激情 找到你们之间的那个 可以疯狂在一起的日子 再看 就是也许呢 他拖了好久 这个感情 他想找回过去 那个浪费掉的时间哦 去把他追回来 他遗憾哦 过去不懂得更好的珍惜你们 就是珍惜你们之间的感情 他觉得拖了太久了 他遗憾所失去的时间哦 对你的爱本来早就有的 而且他一直就是 藏在心底不说 然后浪费了好多的时间哦 他现在想大爆发的 一次过的 全部的热情给你哦 再看 他真的觉得 你是一个好有影响力的人哦 你的一举一动 你的一笑 你一怒 都那么的就是 牵引着他 既然你那么的影响着他 所以 他不想再逃避了 你就是他的幸福 他想向你投降 他承认 他自己 是需要你的 想拿出他的真心哦 很有诚意的 去 邀约你哦 问你是否 愿意跟他 让这个感情 更像一层楼呢 他真的好有决心哦 他会拿出他 好大的决心 好大的诚意 就是要让这个感情 变得完整哦 就过去一些 一直所缺的 就一直不肯说的话 一直不肯给的承诺 他接着 就可能真的会给你 一个承诺 去说他该说的话 这样子哦 去让这个感情 变得更完整起来 做他该做的事情哦 你们之间会有 更多独处的时光哦 他会制造更多的机会 与你单独见面 对你自在必得 你会感受到呢 他真的是把你看成 是他唯一的光哦 把你看成是一个 最重要的人 给选到第三主义 塔罗派克来看呢 他即将有的新决定哦 他觉得这个感情 已经拖得太久了 他收够了那个等待 他不想再拖 不想再等了 他要就是 采取行动的 大爆发的 走向你哦 很有拿出他的诚意 走向你 然后呢 去追回你们过去 浪费掉的时间 带你游山玩水 去旅行 上山下海之类的 这种比较刺激 好玩的活动哦 他遗憾过去的浪费的时间 他觉得 你们早就应该在一起的 只是他过去一直 就是没有勇气 把心中的热情 藏起来 他现在已经不想 这一场了 他的决定呢 就是行到大爆发的 去给你知道 他对你的热情 他对你的爱 对你的决心哦 你是那么的影响着他 你的笑容 你的欢 你的一切 都那么的 令他赏心悦目的 他承认 你就是他的幸福 他对你投降 他是要你 他需要你 他不能没有你 只有在你的身边 他才是完整的 他想告诉你 就是他 就是遗憾过去 一直没有说 或者一直没有做的事情 接着他要让这个感情 变得完整起来 做该做的事情 说该说的话 给该给的承诺 让你们之间 有更多的相处时间 独处的时光哦 你会觉得 你是他心中 好重要的人 他把你放在 他心中的中心点哦 对你自在必得哦 看资卡怎么说 给选到第三组 这个人有什么话 要告诉你呢 一起来看资卡 他有什么话想说 你没有见到 真正的他 过去或许大家都太年轻 他可能那时候 太年轻了 就是做了错误的事情 好想要跟你发展成 超过友谊的关系 他希望你也有 这样子的想法 他对你就是上了瘾哦 他已经习惯的 一直会想起你 只要你能够看穿他 看见他的不安全感 你就是他生命的爱 没有在你的身边 他很难熬 他受不住 受不了 他已经对他所做的 那些错误决定的行为呢 感受到了那个苦果 就希望你别再惩罚他了 跟你在一起 他经常戴着面具 因为他 太害怕你 见到他的真面目 会嫌弃他 不要他 所以在你的身边 他才会戴着面具的 他不是刻意的 去对你撒谎隐瞒哦 给选到第三组 所以自可来看呢 他说你还未见到真实一面的他 因为他好重视你在你的面前 他都习惯的戴着面具的 都是明明是不开心 却强颜欢笑的 就为了就是希望你能够更喜欢跟他在一起 他知道你没有人喜欢跟那个古瓜脸在一起吗 但由于他就是 太过的珍惜你呢 所以他在你的面前都是笑着脸的 都是一个没心事的样子 他知道过去大家都太年轻了 他可能做了一些不懂得珍惜你的行为 他现在也是知错了 他希望你别把他当朋友哦 他不想当你的朋友 他想要做你超过友谊的关系哦 跟你发展成情人哦 希望你也有这种想法的 他已经习惯性的 就一直会想起你 已经变成了他的习惯了 他觉得你是最懂他的人哦 就只有你能够看穿他的缺点 他的不安全感哦 你就是他生命的爱 他不想跟你分开哦 在没有你的日子里呢 他过得不好哦 他过得不开心 只有在你的身边 他心中会比较踏实的 如果他有做了什么 令你不开心的话 他已经感受到了他的苦果 就请你别再惩罚他了 跟你在一起 他不是刻意的 对你戴着面具的 他只是太害怕失去你哦 看这个神域牌卡怎么说呢 可以选到第三组 面对这种情况 有什么建议供你参考呢 抽三张一起来看 有什么建议呢 好了 就是保持正面的心 去相信自己 什么都不缺哦 就是当你就是 一直幻想着 你要的那一份美好 你要的那一份丰盛 他们真的可以变成实相 他们真的可以成真哦 所以呢 多一点的去做这个梦哦 去想哦 发呆 去想一下 你要的那一些美好 幸福丰盛的人生 你真的会引来这样子的美好哦 再看 还有呢 就是 别让金钱的烦恼呢 令你就是 过得太过的愁眉苦脸 这样子哦 你要的金钱呢 也许在道路上了 已经在带给你了 所以不用一直 为钱的烦恼 苦恼的那个感觉哦 当你就是 保持正面的话呢 你就会 引来你要的丰盛哦 再看 你是安全可以被 去接受的 你是安全 去成为一个接受者 别一直担心自己就是 武功不收入还是什么的 这个宇宙呢 它会 它会给给予你要的帮助 但同时 当你有能力帮助人的时候呢 也别忘了 曾经也是 你有被帮助的时候哦 也可以去 回馈社会哦 好啦 这就是给选到 第三组的牌卡分析 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希望你喜欢 看有什么祝福语呢 祝你过一个充满享乐的 快乐人生的 充满爱的人生 谢谢收看 我们下部影片见 如果喜欢 请不要点赞 订阅 分享 还有留言哦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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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